这期视频要介绍的是Blood Securatory System 血液循环系统的三大 component 之一 血液 那血液呢 它之所以那么重要 就是它负责运输着氧气 二氧化碳 营养物质 还有废弃物流变我们全身 所以它是Blood Securatory System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component 而这些Blood呢 它都是被enclosed在Blood Vessel的 所以Blood Vessel呢 也成了第二大 component 而这个血液的流动是需要有一个器官去推动的 所以负责推动的器官呢 是心脏 它则是我们的Blood Securatory System的第三个重要 component 那我们这期视频只是把重点放在Blood血液中的血浆 那当我们抽了血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血整支Tube呢 它是红色的 可是经过了一个process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那个分层 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淡黄色的这个液体 而下面呢 则是红色的这个沉淀物 那这个分离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动图 就是一直这样子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在转的过程中呢 它会产生一个重力 然后比较重的物质呢 就会往外移 所以呢 就成功的做出一个分层了 而cell component就是那些血细胞的 还有比方说红细胞啊 白细胞 这些它相对比较重 或者是它的密度比较大 所以呢 在分离的过程中呢 它们就会往外 所以呢 它就会沉淀下来了 而这个分离的过程呢 我们叫做离心分离centrifugation 好 那我们也有注意到 课本呢 它其实也有着类似的 这个composition 可是它的颜色呢 你可以发现到它的black plasma的颜色呢 是相对较红的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合理怀疑呢 在这个centrifugation 或者是在整个preparation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红细胞它破裂了 所以里面这些红色的物质 它扩散开来了 所以导致black plasma呢 它会有红色的部分 那这个红细胞 当它爆裂开来了 那很有可能就是它发生了 Hemolysis 溶血现象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black plasma 跟cell component的这些成分 首先呢 血浆呢 它占了55% 而cell component占了45% 那我们对这个cell component的定义就很简单 就是它能够独立进行metabolism 它能够独立进行新陈代谢 有办法进行各种化学环应 所以就属于cell component 而black plasma那边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们就是一堆化学物质 没有办法自己进行chemical reaction 那我们这边先简单介绍三大cell component 第一个就是非常出名的black blood cell 它占了接近45%了 OK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white blood cell 白细胞 而最后有着特别小的这个体型 black blood cells 血小板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他们的scientific term white blood cell的话呢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Erythrocyte OK Erythro是红色的意思 Side是细胞的意思 而white blood cell呢 它则是叫 Leucocyte 那Leucocyte 那Leucocyte呢 它有另外一个spelling 是L-E-U-K-O-C-Y-T-E 那K的话呢 是U-K的 英国版的 那课本是用CO 所以我们就造就课本的Leucocyte 然后Plelux呢 是血小板 它也有它的scientific term 叫做Trombocyte OK 好 那这三个血细胞呢 它们分工就很明确 比方说这个红细胞呢 就是跟运输气体有关 那white blood cell呢 就是跟免疫有关 然后Plelux的话呢 它就是跟修水管有关 不是 是带来这个Black Plotin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会把重心放在Black Plasma 那在Black Plasma里面呢 水就占了其中的90% 然后呢 它也是主要的Medium For Transportation 就是运输的媒介 比方说这些solids啊 它要可以被血液带走呢 首先它就是要先Desolve in water 所以solids的话呢 它又包括了好多 首先有气体Gasus 那气体它其实是很少量的 我们会在之后的视频来介绍这些氧气跟二氧化 它会以怎样的形式来被运输 那更多的呢 更多的呢 更多的呢 其实是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Black Plasma里面 在这个血浆里面呢 它也有它属于它自己的Hormones 跟Enzymes 那我们经过之前的章节 我们已经知道Enzymes的作用就是催化 Catalysis 各种各样的Metabolic Process OK 所以我们刚才虽然说Cell Component是有办法 它之所以定义为Cell 是因为它有能力进行Metabolism 可是这边我们的Enzymes呢 它是指它自己 你这样讲啊 就是我们准备好那个Enzymes 然后你就在那边吹的话就算了 所以它不能说整个Black Plasma 就是这个Black Plasma 就是它可以认为Cell 因为这个Enzymes也不是Black Plasma自己producer 而如果是Sum Component的话 它们就有办法自己合成 它们要的Enzymes 所以还是有这样子的区别 而接下来Hormones的话呢 它的功能其实跟Nerve Impulse很像 都是在调节 OK 再调节我们的生理活动 Coordinate Facial Logical Activities 调节生理活动 这个会在往后的章节更详细的介绍 好 那之后呢 我们就要介绍Plasma protein 那这个Plasma protein叫做血浆蛋白 它有非常多种 它呢 就是我们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旅途小帮手 就这个血是最自由奔放的 它就可以到处去参观身体的各个景点嘛 所以呢 在旅途中呢 一定会有一些意外 然后会有各种突发状况 因此呢 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Plasma protein 然后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我们这边只主要介绍其中三种 第一种就是Fibrinogen Fibrinogen是纤维蛋白原 那它主要是和Blood protein有关 我们会在之后的视频再次介绍到它 好 而之后呢 我们有时候旅途中也会出现一些入侵者 所以我们就要来对付他们 那我们就有这个antibody来对付他们 而antibody的scientific term呢 就叫做immuno 哎呀 immunoglobulin 那immunoglobulin呢 叫做免疫球蛋白 它的学名就是antibody ok 抗体 那都已经很明显了 免疫球蛋白就是跟免疫功能有关咯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immunoglobulin immunoglobulin呢 就有着免疫的意思 那globulin是球蛋白 那其实plasma protein里面还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种类的globulin 我们就没有全部介绍的完 我们就介绍immunoglobulin 好 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plasma protein呢 它就是最重要的plasma protein 它叫albumin白蛋白 那albumin白蛋白呢 它的功能 和control 和control blank osmotic pressure有关 那讲到blank osmotic pressure呢 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所以首先blank osmotic pressure 我们很容易最想到一个词 叫做osmosis 渗透嘛 那渗透的话呢 就是指这个水分子 它从region of higher water potential move to the region of lower water potential 这个就是水的渗透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从higher water potential的region move到这个lower water potential的region呢 那water potential 我们要再次提到water potential这个词的意思了 water potential呢 水是指的是这个水它移动的这个潜能 所以当这个溶液里面它有higher water potential的话 就代表它里面有比较多的水分 有比较多的自由的水分子能够移动 而一个地方它有这lower water potential的话 代表它比较少自由的水分子可以自由自在的移动 所以为什么会是什么东西影响这个自由性呢 就是solids的存在了 那比方说如果一个solution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ok 现在是这个 一个beaker 然后被一个semi permeable membrane 隔开来 然后有solution A 跟solution B 那A 它是distilled water 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 而B的话呢 它会有非常多的solids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A呢 它的water potential是非常高的 里面的水都非常的自由可以动来动去 而B的话呢 因为有很多solids存在 所以它们吸引了很多水分子 所以能够自由移动的水分子 浓度就较小 所以它所带来的water potential is lower 因此在比较之下呢 这个水它就会有一个tendency 就是一个趋势 从A move to B 那这个就是osmosis的 它渗透 从A渗透至B 好 那我们大概回顾一下osmosis的过程了 过后 我们就要介绍这个词汇 osmotic pressure ok osmotic pressure呢 指的是渗透压 那渗透压其实 这个渗透压这个词已经有点被玩坏了 就是它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着不同的definition 虽然是息息相关 可是非常容易引起误会 所以我这边只介绍最基本的 那一开始osmotic pressure的定义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the pressure needed to stop osmosis ok 就是指我要阻止水渗透进来 我需要施加的压力 就是叫做osmotic pressure 渗透压 ok 而为什么 而在什么情况下 我需要有很大的渗透压呢 就是当我的 当这个solution 它好像比方说B 比方说刚才所说到的solution B 这个solution B呢 它有非常多的solid ok 它solid concentration很高 所以呢它的water potential很低 solid water potential很高 water potential很低 所以呢水会一直涌进来 那我要阻止水涌进来的话呢 我就要施加相对很大的压力 所以它的osmotic pressure 我这边放OP了 因为不够威胁了OP Oxmotic pressure 最随之增加 所以我们再来做一次整理啊 当solid concentration很高 自由的水分子 这个能够自由移动水分子的浓度 最下降water potential很低 ok 也就是说它对吸水的能力很高 吸水能力 增加 因此吸水能力增加 水会一直涌进来 所以相对的我要阻止这个水渗透进来 我需要复苏的代价 这个osmotic pressure就更高了 那可是 可是这个只是一个在lab的情况 可是在生物体里面的话呢 我们没有这么简单 也因此在我们的生物体里面 我们的osmotic pressure 的definition有一点点改变了 ok 我再整理一下啊 一开始osmotic pressure 它的定义就是 阻止osmosis所需要的压力 就是 拖住不要水进来 所需要的压力 就是osmotic pressure 那当这个solution 它的solid concentration越高 它吸水的能力越强 ok 水要进来的趋势越高 那我要阻挡它进来的 所要付出的代价 也就是osmotic pressure 就要更高了 那可是这个只是一个ideally的东西 那 for我们的生物体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不实际的 ok 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必要去阻止这个osmosis 我们是一直要让osmosis发生的 所以呢 来到了身体里面 尤其是blood osmotic pressure 它具有了不同的definition 所以如果刚才那一段你听到很乱的话 你就放掉它了吧 ok 我们就把重点放在blood osmotic pressure ok 所以刚才有讲到了吸水能力越强 所以我的osmotic pressure就会越高 因为吸水能力越强嘛 你水就要进来 那我要阻止你我就要更高 所以呢 在身体里面呢 它反而是用osmotic pressure 来反映出这个环境的吸水能力 我重复哦 所以blood osmotic pressure 就是在生物体里面的osmotic pressure呢 它反而是用来反映这个环境的吸水能力 所以forblood osmotic pressure的话 我们对它的definition呢 指的是 tendency of H2O就是water moving into blood capillary ok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了 osmotic pressure可以反映这个环境的吸水能力 那它solid越多 它吸水能力越强 然后我就需要更大的osmotic pressure 来阻止它进来 那反而 所以osmotic pressure可以反映吸水能力 可是到了black osmotic pressure 我们就已经放弃说要阻止水进来 这个东西了 这是重点哦 在black osmotic pressure 我们没有想要去阻止水进来 ok 所以它是用来去反映这个环境的吸水能力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black osmotic pressure 指的是tendency of water moving into blood capillary 这个水它要进来毛细血管的这个趋势 ok 好 那我们冷静下来过后呢 我们就再回来看这个albumin的部分了 那这个albumin呢 它能够controlblack osmotic pressure 严格来讲不是它可以control 而是它和black osmotic pressure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血液 之所以吸引水 靠的其实不是这些nutrients 这些solids 而是主要依赖albumin 因为那些solids 是很虚无缥缥的 只要这些nutrients 被带走了 被吸引走了 好像比方说 这个glucose 和 amino acid 被细胞吸收走了 它就少了呀 这样我最影响到这个 这个血液的这个 这个含量了 ok 然后waste的话它离开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不能依赖这些solids 来吸引水 所以我们的血液 就自备了albumin 来帮忙吸水 ok 那我们这边再次来看 而介绍这个albumin albumin呢 其实它已经 它本身 它就已经占了 所有plasma protein的一半 所以half of plasma protein 其实都是albumin来的 ok 而这个albumin呢 主要是由肝脏来负责合成 那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的身体的神经系统 都把它们最去detect 我们这个血的含量 那它觉得 我们需要多一点albumin了 它就跟liver说 Liver你可以制造多一点albumin 那它有时候觉得 身体不需要那么多albumin了 那它就跟liver说 你制造少一点albumin ok 所以主要就是由肝脏来负责合成 synthesis by liver ok 所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为什么albumin它有吸水的能力 ok 它有吸水的能力 是因为它整条polypeptide chain 里面对不对 它有 它因为polypeptide chain 是由almino acid合成的嘛 那一条polypeptide chain有非常多的amino acid 而不同的amino acid 它有不同的rcide chain 而albumin呢 它就有着很多的rcide chain 都是negatively charged的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albumin 它有很多negatively charged ok 我这一段我讲多一次哦 就是 albumin 它是一条蛋 它是一个蛋白 是一个polypeptide chain 有很多的amino acid 那amino acid 那amino acid有很多种类嘛 那albumin 这一种的话呢 它的rcide chain 很多都是带负电的 那它们带负电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albumin呢 它可以很容易跟水互相吸引 然后就可以吸引到水分子来 所以它就吸引水的能力了 ok 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小整理 就是说 只要这个 血液中的albumin concentration增加 albumin concentration增加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它的这个 Blood osmotic pressure 就会增加 ok 这边放op啊 可是它不是它的 专用的short form 不能用op 只是这边 因为位置不够 所以 albumin 它增加 如果albumin concentration增加了 那 它吸水的能力就会增加 那吸水能力增加 我们刚才所用 所提到的 Blood osmotic pressure 就会跟着增加了 而因此 这个 tendency of water moving into blood capillary 所以跟着增加 而当水一直涌进这个 毛细血管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blood的volume 会怎样 那它的blood volume 就会 增加了 因为它含水量上升了 所以它的整体blood volume 就增加了 所以这个就是albumin concentration 对blood volume 所造成的影响 albumin concentration 越高 吸水能力越强 那它的blood volume 就会增加 那albumin concentration 越低 吸水能力越弱 它的blood volume 就会下降 因此我们的身体呢 它就去detect我们的blood volume 当它觉得blood volume 好像有点不对劲 好像有点少 那它就跟肝脏说 制作多一点albumin 所以albumin concentration 增加了 blood osmotic pressure 增加了 吸引水的能力增加了 水进来增加了 那blood volume 就会回到normal了 那如果它detect到这个blood volume 有点多了 它觉得可能不需要那么多albumin 它就会跟liver讲 制造少一点albumin 还是要制造的 因为有些albumin 它会被分解掉 所以它就会说 制造少一点albumin 然后它就会慢慢control 回我们的blood volume 好 所以呢 blood plasma 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 我们这边简单 总结一下blood plasma的功能 那血浆呢 它占了血液中的55% 其中主要都是水分 那水分它就是负责 它就是一个medium for transportation 它负责运输各种的营养物质跟废弃物 那在血浆为了确保这些 就是确保一些正常的运作 所以它需要有enzyme ok它需要enzyme 来进行各种催化 来进行各种化学反应的催化 然后有时候会顺带一些hormone 那这些hormone只是乱入的 就是比方说 举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比方说 我们身体的血糖含量有点低 然后血糖含量有点高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pancreas 它就收到一个指示说 我们要让血糖含量降低了 因为血液的血糖含量有点高 所以它要降低的话 就会派出insulin insulin就是一种hormone 那经过pancreas的血液 是会收到来自pancreas的insulin 有hormone了 然后呢 这个hormone insulin呢 就被血液带到流变全身 那会针对这个insulin 做出反应的细胞 比方说肝细胞 跟肌肉细胞 收到了insulin 过后它就讲 哦有insulin来了 通知我们要把多出来的glucose 转换成glycogen 所以glucose被拿走 转换成glycogen 然后血糖含量就back to normal 那这个是hormone 扮演的主要角色 而blut plasma 它只是一个medium for transportation 所以再次总结 blut plasma的功能就是病输 病输的内容可以包括 营养物质 包括waste product 可以包括hormone ok 还有少量的气体 那气体我们通常不讲 因为气体是红细胞的那边的功能 那之后呢 为了维持这个血浆的运作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blut plasma protein 比方说fibrinogen 是当周围有血管爆裂的 它就有blut fibrinogen来帮忙 进行blut protein 然后如果有敌人入侵了 那它就immunoglobulin 来对抗这些入侵者 那如果这个血液的volume 出现问题了 它就albumin来帮忙 调节这个blut volume 那我们不讲blut volume 我们主要讲的是blut osmotic 所以血浆主要功能是运输 而plasma protein只是一个support 所以我们这些功能的话 我们还是以运输为主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 了解说 行